随着汽车越来越普遍 小偷把赚钱的心思从电停车也瞄到了汽车身上 他们既不会把车开走也不会偷汽油 而是目光锁定在轮胎或是硬之类的部件 不过最近小偷又定上了一样东西 小到你想都想象不到 它就是汽车轮毂上的螺丝 以后有车的朋友要注意了 开车之前要检查一下车轮上的小螺丝 新的小偷只偷它了 最近就有一位车主在早上准备开车的时候发现 自己爱车被人偷去了后视镜 他赶忙仔细检查了车上的其他部件有没有受损 结果他发现自己车骨上的四个螺物被卸掉了 车主一开始想着 小偷是没偷成车轮跑掉了 也没多想 结果去4S店一问价格才知道这小偷有多精明 图片中就是被盗的汽车 车骨上面安装的螺帽有防盗的作用 只有专业的工具可以卸下 所以说小偷是有备而来 车主就这样拍了几张照片去配螺丝 结果4S店一报价格车主又傻眼了 这四个螺丝居然价值500人民币 车轮上的小螺丝居然这么贵 它到底特殊在哪儿 连小偷都垫起 因为这里的螺丝不属于消耗品 所以维修店进货量很小 尤其是一些名贵的豪车 他们的零件本来就很稀缺 这种零件更是不会出现在日常的进货单中 所以想要配只能从原厂发过来 所以价格奇高 现在这位车主想了想 这个小偷偷走后视镜 估计是为了让他注意没了螺丝的车轮 这样仔细想想 车主不禁一身冷汕 以后朋友们可要多注意这四颗螺丝了 一定要检查仔细以后再出发